下午三點天氣晴 拉拉對女神群群走出大樓 空氣中多了一絲甜美的氣息 期待已久的粉絲紛紛上前求報告 一張一張拍不停 群群來者不懼超親民 就算不脫口罩 但能跟女神近距離接觸 粉絲也就心滿意足了 工作忙完回家換個衣服又出門 群群的一天可以說是馬不停蹄爬爬走 見姐妹聊聊天再跟朋友吃個青州小菜當宵夜 但這個行程還沒結束呢 只有吃飽還沒喝足 群群跟著朋友還有小鬼的經紀人Dino 又走進酒吧的續攤 只說這間酒吧剛好也是去年小鬼名誕時好友聚會的場所 距離小鬼黃紅生意外離開 默默也過了半年 生前跟女友群群愛的甜蜜但低調 雖然被本刊直擊 但兩個人依舊堅持是好朋友的關係 直到最後 群群才在IG上坦承交往一年半 而這半年來 群群逐漸擺脫負面能量 看命三秒的努力工作 本氣高漲遙遠不斷 除了群群之外 據了解黃爸爸也有意把小鬼在2019年賣下的房子整理出售 或許揮別賞心地也是重新再出發的方法之一 面對小鬼的離世 只能說時間是最好的悲傷解藥 身邊的人們逐漸走出傷痛 回到生活正軌 或許這也是小鬼在天之靈最想颤導的事 最輕鬆